沙海中的这三个长生人 只有他是唯一亲手结束自己生命的人 沙海作为一部暑假当的电视剧 直到现在也没有播出完 但是这部剧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 这部电视是根据南派三的小说改编的 说起南派三叔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 他创作的盗墓笔记也是非常出名的小说 下班也是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追这部小说 知道我初中毕业这部小说才真是完结 其实沙海也算是盗墓笔记的一个一系列 在这个故事中讲述更多的不是盗墓 而是一个非常大的遗团 其实这部电视在还没有上映的时候 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而且这部电视是南派三叔自己指导的 自然是多了许多的期待 不过说实在的 这部电视在播出之后的效果确实很好 获得了无数的好评 在这部剧中更多的是讲出无邪的计划 无邪的这个计划 就是为了来对付邦家人的 他想利用这个计划 一次性将邦家人全部消除 其实这部电视剧的剧情和盗墓笔记还有老九门都是有许多联系的 这里边的人物也都是共同的 就像在老九门中的这几个长生的人 在沙海中也出现了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张日山的 他是在这部剧中唯一有感情线的人 受到了良安的疯狂弥点 不过两人也是非常受观众欢迎的 很多观众都希望这两人能有好的结局 张日山就是老九门中国姐姐的手下张副官 到现在张副官已经说了一百多岁了 因为自己是张家的正统血统 所以拥有长生 直到现在他都拥有这部老的有容颜 谁也不知道他到底能够活多久 第二个要说的就是黑爷 据小说记载 黑爷是蒙古族人 他第一次在这部剧中出现是在普通景中 当时尼醋被舍百攻击 躲进了车里 黑爷变现身了 刚开始的时候黎醋是非常抵触这个人的 但是后来发现黑爷的身手非常的好 而且擅长一种术 虽然黑爷的眼睛不太豪实 但是不得不说他的身手还是非常好的 黑爷不管何时他的头脑都非常的清晰 最后一个人就是古通经中的变异人了 在古通经中的地下迷宫中 乌邪可亡蒙中了舍徒 之后黑瞎子便和黎醋一起去找血清 之后他们追随着手印一路找了过去 之后在一个封闭的屋子里看到了这个怪物 在打斗的过程中 他们发现这个变异者的头脑还是非常清晰的 有着人的思维 而且他人的佛联的强 所以便端定这个变异人 一定是佛联时代的人 能活到现在也算是各长生的人了